我是看见台湾空拍基督片的导演齐柏林 我想台湾对大家来讲 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 都是我们成长的生活的一个环境 可是你们绝对不承用这样的视野 这样的高度来看待我们的土地 这种感受因为大家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很乐意扮演大家的眼睛 我们希望能够在户外办一个大型的发表会 邀请上千的朋友一起在户外 来透过投影的方式来看见台湾这部电影 为了他们这次我就对你好一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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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更好的动物园 大家对他好一点吧 我说那个使命的 所以我放弃了演艺圈 然后又回到教会 它是用竹子木板做的 所以当它晚上的时候光线透出来像灯笼一样 非常的难 可是在白天看你会觉得并不会很人工很突兀 那包括我们这些材料都在想说 他是能够在工厂做好现场组装 而不是施工 那组装跟施工的差别比在于说 施工也要请工班 组装我们可以让当地的居民来组装 那也是牧师说的希望能够失职的帮助当地居民 他们可以参与这个案子 亲手建立起他们的教堂 所以我认为是挑战的 有一个大丽装人会来的 在海中的啊 很不够呢 有一个大丽装人会来的 我说别忘了 海中的那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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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中的那些